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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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覺得最怕就是搶東西 偷東西 然後就是一些不懷好意的男人 電波少女說 大大媽片段旁身 戴了一把軍刀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用 24歲的她 打算用一年時間折信封車 橫跨歐亞大陸 雖然做完資料搜集 又拿著8萬元女費 但只有一個女生上路 都頗危險的 接著我錄了一段片 類似是我和我媽媽在Skype 那段片我打算去到一些 語言不通的國家 我上到順風車 我就會拿出來 假裝和我媽媽說話 有多次自由行經驗的她 都清楚知道要戴什麼在身上 尤其是年輕人 其實這些夢想 其實我覺得是需要去實現 她說近年很多歐美和內地女生 一個人去旅行 不過乘搭順風車就要注意 因為你不知道接了人去哪裡 要小心 甚至有時候不是穿著 見製放 那些人一定會好 不要相信這些人 有提醒 在東歐地方 要小心被要求給過路費